今天的全球大頭條 我們起來國際中心的主播 洪簡婷會加入我們 多一早安 早安早安 一大早我們要聚焦的是 孟加拉從7月開始爆發了 大規模的學生示威 不過現在卻演變成 300多人死亡的暴亂 已經執政15年的舔娘子 哈希娜在昨天辭職下台了 後來她要逃到印度 究竟發生什麼事 其實一開始學生會上街示威 是因為孟加拉的失業率 真的是太嚴重了 政府還要把30%的公職 直接保留給軍人的後代 所以大學生才會來要求改革 不過後來可以看到 孟加拉政府直接出動了 政報警察 然後實施宵禁 切斷網路管制邊境 情況就越演越烈了 目前是由軍方出面來管 組成了臨時政府 不過接下來大家就很擔心了 孟加拉之後的局勢 可能會怎麼發展呢 其實說起來 這種發展也是滿諷刺的 因為哈希娜過往曾經幫助孟加拉 擺脫軍事統治 可是現在她自己出逃了 然後由軍事首長來組成臨時政府 但是學生領袖也明白就表明了 拒絕再回到軍事統治的時代 今天的全球大頭條 我們把焦點一起轉到 位在南亞的孟加拉 從七月以來 其實孟加拉的街頭就非常的不平靜 不過在昨天八月五號 現在街頭上不再是抗疫的人潮 而是滿滿的慶祝人潮 就是因為之前反對公務人員職缺配合制度 而引發孟加拉的學生示威 其實後來就演變成為超過300人喪命的暴亂 那有孟加拉鐵娘子之稱的總理哈希娜 現在不只是請辭了 還直接出逃到印度 由陸軍參謀長薩曼宣布組成臨時政府 並且從剛剛凌晨6點開始 就解除了為了鎮壓示威而實施的小警 萨曼其实也强调了 希望人民可以相信军方 并且承诺会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 也会退现人民的诉求恢复和平 所以就非常希望这些抗议的群众 可以好好的支持军方并且停止抗议 那这场围棋一个多月的示威 是哈希拉执政15年来最严重的动乱 从社会危机演变成为了政治风暴 那哈希拉其实还一度下令 安全部队是可以直接对示威民众开枪的 而且其实光是在8月4号 就有将近100人死于冲突 以及安全部队的枪口之下 那这一切的导火线 就是哈希拉在6月的时候恢复了 一度是在2018年为了回应人民诉求 由他自己喊停废除的公务人员 直缺配额制度 那这个配额制度就将三成的 这个公务人员的缺额 保留给参与1971年 孟加拉脱离巴基斯坦 独立战争时候 当时参与的这些军人 他们的后代 要让他们可以有稳定的工作 维持佳绩 不过这样的比例就被认为了 是在独厚军人后代 那也被批评呢 其实是哈希娜 为了要巩固自己呢 可以无限期的连任 就用铁饭碗来换取铁票舱 那同时呢 也借此要安插自己人 进到行政机构 引更加确实的掌控 所有政府部门 那抗议学生就主张了 大部分的公务人员缺额 应该是要依能力任用 而不是像现在只有44% 那再加上呢 现今的孟加拉 其实经济是转弱 甚至出现停滞不前的状况 每年的通膨 是达到了大约10% 美元存底呢 也在减少 那现在总共大约 有1.7亿的人口当中 就有将近3200万的年轻人 没有在学 或是也没有就业 所以学生真的是苦于 青年失业率的高涨 于是呢 就在7月1号 由孟加拉首都的顶尖学府 达卡大学 开始点燃了 要求改革配额制的示威潮 学生就展开了封锁的行动 那这波抗议浪潮 也迅速的蔓延到了 其他的精英大学 进而外扩到了社会大众 那情况呢 在两个多星期之后 就转为示威民众 跟亲政府人士 石棍棒以及投资砖块 互相攻击的暴力冲突 就造成了至少6人死亡 那哈希拉政府 就在那个时候下令了 关闭全国各地的大学 还有各级院校 而后呢 哈希娜其实有转变态度 在7月18号的时候 他就递出了橄榄枝了 就是说那会惩处 造成人民伤亡的加害者 不过学生团体 根本就不买单 而当时的抗议口号呢 也转为是要 打倒独裁政权 那政府也就开始 采取更加强烈的 因应手段了 直接切断 全国的行动网路 宣布宵禁 还部署军队 来维持治安 在三天之后 也就是7月21号 孟加拉的最高法院呢 就做出了裁决 就说呢 政府恢复公务职缺的 配额制度 这样的决定并不合法 所以就裁决 要废除大部分的职缺配额 那从军人后裔啊 还有其他特定群体 本来呢 这样子的保留名额 是56% 降到百分 但是示威群众 同样是不买单的 他们要求应该要 完全废除所有的保留名额 那到了8月4号呢 其实情况就出现转变了 有数十万的示威群众啊 跟政府支持者是爆发了 非常激烈的冲突 那但是这个时候 军方就出面了 先是前陆军参谋长布里扬呢 就严厉的批评哈希娜 呼吁政府要把军队撤出街头 而后 现任的陆军参谋长萨曼 就表态了 他就说军队 会永远跟人民站在一起 到了隔天 也就是昨天8月5号 哈希娜就辞职下台 逃离孟加拉 可以看到啊 美国国务院是特别强调了 要尊重孟加拉人民的意愿 那其实我们来看到哈希娜 她其实是孟加拉独立领袖 也是孟加拉国父 拉曼的女儿 那她曾经就帮助孟加拉呢 摆脱了军事统治 而后在她连续掌权的15年之间 其实是带着孟加拉的经济 从独立时呢 本来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 就达到了一种 飞速的经济成长了 从2009年以来每一年的平均经济成长率 是超过6%的 那这其中很大程度上 其实是因为呢 以女性为主的工厂劳动力 推动了成衣出口业 相信各位观众朋友啊 如果去看一下您家里的衣柜 应该呢都会有好几件 Made in Bangladesh的衣服 那其实这时候 孟加拉的贫穷率也是大幅下降了 刚刚讲到的1.7亿人口当中 其实有95%是可以取得电力的 那平均每人的所得 在2021年是直接超越了印度 到了2022年呢 孟加拉的国内生产毛额成长 来到了7.2% 就成为了世界上成长 最快速的经济体之一 只是在这个时候 贫富差距也扩大了 是最富有的10%人口呢 就控制了总收入的41% 那而后其实也看到了 疫情的影响呢也开始加大 孟加拉的经济出现了停滞 而在这个时候 哈希娜也更被批评呢 是转为独裁 还五度连任总理 I have to prove credibility right? To whom? To whom? A terrorist party? A terrorist organization? No I have my accountability to people to the people Maybe it's a small country 但是我們有一個大群人 所以人們的權利 我們有建立了人們的民主權 和他們的更好的生活 或他們的更好的生活 這是我們的主要 我們想做這個 可以看到哈希娜是大談民主 並且還說反對黨是恐怖組織 那在這過去幾年當中 可以看到哈希娜領導的政黨 也就是孟加拉人民黨 其實是屢屢在打壓異己 也逐漸形成一種一黨獨大的局面了 像是人權組織人權觀察就指出了 哈希娜政府其實是慣於利用一種 像是法外處決酷刑還有強迫消失 等等極端的手法來迫害媒體記者 還有政敵 那無國界記者組織在2021年公布的 新聞自由掠奪者名單 哈希娜以及前香港特首林鄭月娥 是這37人名單當中 為二的兩位女性領導人 那其實真的是蠻諷刺的 因為哈希娜是出身 反抗軍政府的民主人士 可是在執政之後 卻又變成了打壓 棉論自由的強人統治 那儘管支持者是大力的倡導說 哈希娜成功的讓孟加拉的經濟 迅速成長了 可是反對者是無法接受 哈希娜是用這種控制的手段 還有對民主造成破壞 那就在哈希娜垮台的消息傳出之後 連旅居法國的孟加拉人都上街慶祝了 只是說終於自由了 而且這是孟加拉的第二度獨立解放 這是孟加拉真的就此如人民所說的 自由而獨立了嗎 恐怕其實還是未知數 目前其實並不清楚 軍方還有各個政黨理事 究竟是會如何來組成這個臨時政府的 那甚至會不會再度演變成 像是過往歷史上看到的 從軍事政變就轉變為是奪取了政權 那學生我們剛剛也看到的是提出要求了 要求說臨時政府裡面必須要有學生 民間還有專業人士代表 並且他們也明確拒絕再回到軍事統治 否則這一切真的就是太過於諷刺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球大頭條 我是讀戲把時間鏡頭交還給趙文 我們看完 我們先進行